第二届王中王中国围棋争霸赛 今天在浙江盛州进行了半决赛较量 在柯杰与老对手范婷玉的比赛中 柯杰先是利用对手的一招 随手在左下角妙手活棋 一举打破局面的军事 接着凭借精准的计算 在中复完成至孤 最终迫使范婷玉头子任父 另外一盘比赛 杨鼎欣与唐卫星展开了一场苦战 就在直排的杨鼎欣猛攻黑旗 几乎屠龙之际 他的一招打吃打错了方向 被黑旗惊险逃出之后 棋局也戛然而止 唐卫星胜出 这样柯杰与唐卫星 将在明天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